激烈的划船動作結束後 曲風一轉馬上進入舒緩階段 沒錯這就是國小時候 每週二早上第二節最常下課 都得跳的健康操 但你知道現在所播放的健康操 其實是民國主十三年之後的新版本嗎 在更早之前還有阿公阿嬤們 所熟悉的國民健康操版本呢 新北市配合教育部 將每年八月的第四個星期日 定為主父母節 十七日於新莊的昌平國小提前慶祝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到場與大小朋友 一起大跳新舊版本健康操 看到孫子開心 阿公阿嬤也會開心 所以阿公阿嬤和孫子 這會到底勝這會到底奮動 其實是讓我們生活更增添樂趣 根據國發會資料 台灣二零一八年 以六十五歲以上人口佔比百分之十四點六 進入高齡社會 預計二零二五年 將突破百分之二十進入超高齡社會 如何關懷與照顧老年人 成為社會的重要課題 記者新北市總和採訪報導